东琪琪微笑向雷霆队球迷所求 后者不领情将球丢另一边 东琪琪一脸委屈 NBA季后赛西部半决赛 独精侠队在客场不敌雷霆队 系列赛首战高负 比赛期间曾发生有趣一幕 当时东琪琪笑着一路小跑 想要跟场边一位雷霆队球迷所求发球 不过该球迷却将球丢向另一边 东琪琪问世一脸委屈 有趣的是 该球迷还因此行为收到一张来自联盟的警告卡 联盟不允许球迷对球员做出任何扰乱 或中断比赛的行为 虽然该球迷的做法不妥 但也体现雷霆队球迷坚定支持主队 排斥客队的原则 要知道雷霆队主场的球迷氛围 在联盟中可是数一数二的 这些球迷不仅在球馆为主队加油助威 用最高分贝的声浪干扰客队 还会风雨无阻为主队接机 雷霆队首轮轻松横扫提湖队 全队将帅坐飞机抵达俄克拉河马 便得到大批雷霆队球迷接机 这让雷霆队中奖很感动